Hello 大家好 我是衛食貓 今天我就教大家做一個芋頭糕 你們有沒有留意到 很多時候我們去喝茶 那些茶樓不是每間都有芋頭糕吃的 蘿蔔糕就一定有 如果想吃芋頭糕 就不如自己親手做吧 我們的材料就是有芋頭 有乾蔥 薑 蒜 冬菇 臘腸 蝦米 煎米粉 水 雞粉 鹽 蠔油 現在我們首先把這個粉 加點水 開啟粉水 這個 我們這個 包裝就是這樣 這個 你看著這個包裝 這個是泰國的芋米粉 這樣 這個粉 我們就加一杯半的水 去攪拌均勻 這樣 主要就是 開這個粉水 讓它足夠的時間去吸收 這個粉吸收 那個 水分 然後我們才處理其他的東西 片 再切絲 這樣就可以做到薑米了 這樣 是不是很幼細 如果你覺得不夠幼細 就可以切完之後再切多幾刀 是吧 蠟腸 我通常喜歡一粒粒的 這樣 記住 我們凡是做事之前 這個砧板底下 一定有一塊布 這個砧板就不會滑 這樣我們 切開一半 一半之後 再分一半 這樣就 切粒 切粒就是口感 我就不喜歡一片片的 有些人就喜歡一片片 我覺得沒有口感 就是吃東西有時候 真的要 除了吃東西的味道 還要有口感的層次 我們都是切粒 我們喜歡 有冬菇下去 因為冬菇是 很野味的 因為它吸味 你調味的甜味 它吸味 你吃那個 糕的時候 就覺得 更加 美味 是之前呢 是浸了十分鐘的 這樣 我又要 剁小一點 不需要那麼大 大的 因為有蝦米 真的差很遠 因為它鮮甜 對吧 而且又有口感 又鮮甜 我們就切這個芋頭 這樣 用平滑 就容易切些 這樣 去皮 我們現在就去切這個芋頭 我喜歡一粒粒的 因為 好像我們去酒樓 它叫一個 芋頭糕 都是一粒粒的 因為泡絲 就好像不太感覺 就是 它溶了之後 現在那些材料全部切了 我們就準備一會兒去爆香它 現在呢 現在呢 我們呢 就開著火了 下些油去 去 爆香的 那些 材料 下去爆一下 然後呢 就放一些 薑 薑去爆 然後呢 然後呢 再加一點 煎頭 好 我們呢 現在呢 乾蔥呢 薑和蒜頭 都已經是放了下去 因為油到爆香了 那我們呢 就現在下蝦米了 這樣去爆 那我們 一路爆 爆 聞到有蝦米的香味 好香 還有這個 蝦米的 還有其他 味道 味道 好香 好香 這樣呢 就呢 差不多了 那我們呢 就要 加一些 芋頭 下去爆 啊 就跟著下去爆 我呢 我很喜歡 就是 吃芋頭 因為 芋頭 比其他食物的 增強免疫力 是非常之高的 這樣呢 因為它又有飽肚感 這樣 可以做很多食材 我加些胡椒粉 再加些 鹽 再加些糖 再加些蠔油 蠔油就增加它的味 好香 我們要加些 稍後要加些水 不過爆香 讓它煮一下 煮一下 我們還有一個 雞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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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加進去 雞粉 要加進去 好了 差不多了 聞到很香 那我們又加些水 下去煮一下芋頭 我們就加些水 就蓋過芋頭 主要就是煮軟的芋頭 因為煮的期間 會蒸發一些水分 這樣 不夠水分 芋頭乾 也不好吃 再加上 火 我們也是用 中小火 不可以太大火 因為太大火 扯乾一些水 又是 損失一些水分 我們現在蓋過 煮15分鐘 打開來看看 味道不錯 這個時候加上冬菇 吸味 這樣 差不多 還有幾分鐘就可以了 蓋蓋 再煮多10分鐘 看看 芋頭 刺下去 都是軟的 但是一粒粒 我們需要這樣 軟得來 是需要一粒粒的 都差不多了 收小火 是最慢的 加些粉漿 粉漿之前 我們已經是 攪勻了 但是每一次 我們要 放下去 我們都要再攪勻 因為它會沉澱 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它就會吸收這個粉 這樣 我們就要混合它 這個粉漿 加了下去 就混合了 這樣 你看看 我通常 這樣 你看看 它也是可以 流出來的 這樣 就差不多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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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擦了油 這樣 因為擦了油 就是方便 它蒸好之後 我們 要 拿出來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 一些 這個芋頭糕 以前我小時候 不是經常有得吃的 因為為什麼 父母又要上班 這些都要時間的 是 過年 或者是 特別的節日 它才會做來吃 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 又不同了 現在 就是 不需要過年 那個年代不同了 以前 每樣東西都好像很珍貴 很珍貴 吃什麼東西都好像是節日才吃 現在已經水滾了 水滾我們就放高去蒸 這樣我們大火蒸30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30分鐘已經過了 這個 糊頭糕我們已經蒸好了 冷卻了兩小時 我們之前是掃了油 所以都很容易脫模 但是呢 我隨意呢 永遠都是 在邊緣 在邊緣 邊緣 來 割一割 我割了四遍了 這樣呢 好像脫模 這樣就已經脫了 這樣就已經脫了 這樣呢 我們呢 切兩塊來煎 因為我剛才吃飽了飯 這樣呢 切兩塊來煎 其餘那些就留下明天吃了 就要保鮮紙蓋著等回到冰箱 這樣呢 下一次煎 切開一塊塊 這樣就非常之方便了 這個鍋呢 已經燒熱了 加了一點點油 這樣呢 就要用呢 中火而已 不要太大火 不是很容易焦的 金無色 哈哈 好漂亮呀 剛才聞都聞到很香 吃下去更加吃到芋香 這樣呢 有吃到蝦米 鮮甜味 又有臘腸 冬菇 嘩 真是呢 口感十足了 這個 芋頭糕呢 你們平時 做定等在冰箱 有朋友來的時候 啊 切幾件 做給他們吃 煎給他們吃 這樣真是很方便 不用說 有時候朋友來 你都不知道做什麼 去招待他 即時就有了 我的材料呢 就在下方 你按一下下方 就看到材料了 這樣呢 如果你喜歡這個芋頭糕呢 就給他like我啦 點閱我 好了 拜拜